如果要我選擇 我最喜歡的早餐還是傳統的 像包子饅頭 油條豆醬 這一類的早餐其實我最喜歡的 現在在東北 然後我的好朋友開了一個出攤的早餐店 他其實是用他平常東北菜的邊角料去做的 所以是目前我知道可持續性做得最高的一個早餐店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東北特色早餐 他已經早上九點多了 我的生意還是很好 其實很希望在上海也有這樣的早餐店 這個是 煎餅果子 煎餅果子 雞蛋餅 雞蛋餅 我很少看到規模這麼巨大的早餐店 糯米瓷巴油條 比我的臉還大 太好吃了 他的那個油條炸的酥脆又不油膩 油條也發的很好 安格斯牛肉包子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特色就是他們包子的毛孔 我都感覺特別的細 東北的煎餅 可以到多大呢 好驚人喔 你看這個東北早餐 裡面有豆皮 油條 薯豆絲 小肉茶 煎餅果子的愛馬 外皮炸的軟肉又粗脆 它的紅豆的甜度不是那麼高 應該也是有放了一點點鹽去提味 這就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吧 哇它裡面有那個煎蛋 是蛋幾乎很像炸的又有醬油 在中國的話我是覺得我們 什麼都OK 我們早上可以吃甜的 有可以吃鹹的比較flexible 好那我現在來挑戰它一下 看起來我覺得比漢堡更棒 有香菇 豆腐腩 然後它的金餅 它這個金餅煎得很香耶 我真的很喜歡早餐 而且你看它看似平凡無奇啊 然後搭配起來有一種就是 想像之外的美味 小龍蝦餡的生鮮 還在滴這個紅油 裡面還是充滿了醬汁 蝦的汁在裡面有一點像 就是我們在吃西餐裡面那個 蝦高湯那個味道在裡面 其實來到東北就是覺得他們的那個 麵食真的做得太精彩了 就是 不是我這種南方人可以想像的 嗎 我覺得這杯是熱門嗎